我們一方面說,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一方面又告訴你,一定要做好長期宏觀的規劃 那這兩句話你相信哪一句? 一切都在變動,你怎麼做計畫? 如果沒有做計畫,你明天怎麼走? 你不要說太長了,你明天就無法走 這當中就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預測 你如果沒有預測,你怎麼做規劃? 你怎麼做長遠?你又如何宏觀? 但是一講到預測,大家就會畫很多的問號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預測是科學裡面的一種方法 它不完全是理性 但是科學裡面很明確地告訴你,是測不準的 你看氣象局,它的儀器很精密,設備很現代,人員很認真 那為什麼老測不準?為什麼? 大家要去研究測不準的因素在哪裡? 測不準告訴你,我是測得很準,不是測不準 而是我測定以後,它又開始變化 那個是我無法掌握的 這才叫做測不準 我再三提醒各位,不要從字面上去了解事情 說測不準,那就測不準,那就不要說了,那糟糕了 我們測是測得很準 科學那麼盡力,怎麼測不準呢? 可是你測完以後,它又開始變動 那該我什麼事? 怎麼說我測不準呢? 這就是很正確的一個認識 那我們既然知道這樣 下一步我們就考慮了 如果測了以後,還有電話 那你怎麼辦? 先問你要不要測 答案是一定要測 你不測,連基礎的依據都沒有 那第二個 測準以後,做了規劃 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規劃去做? 答案是不一定 那檔案不一定 所以我會一直罵老祖宗說 費而不欲,欲而不絕,絕而不行 現在我們才知道 它是非常現代化的 我們今天開會 開會什麼用? 反正開完以後,整個又變了 為什麼還這麼開? 但是你有意見跟滅意見不是一樣嗎? 你敢這樣決定就這樣去做,你敢嗎? 當然不敢 因為只要外界的環境一改變,你怎麼決定是一回事? 你該怎麼做又是一回事? 老祖宗所講的話,沒有一句話是錯的 是我們理解錯的 我們用錯的 錯全在我們,不在老祖宗 但是還是錯 所以一定要把它搞正 第一步 就是測不準 才要測 如果測得很準 那就不叫測 那就叫定了 測不準 我測什麼? 測一個方向 方向 正確不正確 那我現在一定要測 變了方向 我就開始做計劃 但是我心裡一定要知道 我做的計劃 不一定按照這個去執行 我時時會調整 所以總統經常說話不算數 當然不能算數,怎麼算數呢? 這樣你就很清楚說 定的事情 隨時可以改 只要方向不改 只要方向不改 就叫調整 就不叫改變 專門一個調整跟改變 它是不同意思的 不同意思的 我 一件事情 如果一年之內能完成了 那很簡單 這個變化不太大 我就比較有把握 我可以說我大概打算是80 可以按照所有的原定計劃 如果要三年 那就麻煩了 那變化不太多大 如果五年、十年 那到時候可能變得 比你原來的 是幾個面目全非的 那我問你 你要不要這樣做 答案是當然要這樣做 第一個任期制 是他無心做長期規劃 我幹嘛做長期規劃 長期規劃 沒有績效 我辛苦了半天 下一任辣到好處 我所謂的好處不是壞事 他有績效 那我空門 可是你說你沒有任期 那得了 那誰都不想換 那一路做到底 一路做到死 那就糟糕了 我們中國的好處就是 我們歷史很長 所有事情我們都嘗試過 你看秦朝的中央集權 不好 漢朝就開始帝王溫泉 糟糕 哪個沒有試過 沒有任期制 賞老金 沒有任期制 三年關兩年滿 就誰都知道的事情 你最後一年呢 你要做什麼事 你最後一年還調動人事 就表示你有私心 你看 我的任期還有三個月 我還調動人事的話 那誰人都不釀勤我吧 明明要走了 你還在搞這些東西 那其男人怎麼辦 講這話都對呀 有什麼錯呢 一切一切都是那個根源錯的問題 可是我們沒有抓到根源 我們竟然在這裡罵東話西 我聽的最多的就是 哎呀沒有整理規劃 其實我對這些話我都不會聽 我一不會去贊同 我一不會去反對 因為他根本不懂 他懂了什麼叫整理規劃 看到馬路東話西的話就是整理規劃 有哪個地方有本事說我這個規劃下去 一百年不懂有本事 沒有 所以我們就想到郁金 郁金告訴你什麼 不可為點藥 沒有異樣是可以讓你終身去用的東西 我一遍所示 一定要隨時調整 所以很簡單 法令 一定要給他一個實現 任何法令給他實現 到時候就要調 到時候就要修正 到時候就要改 不改就是不行 所以我跟他們講 五分鐘熱度 五分鐘熱度 其實不是 而是那段時間過後 那個法令都不合時宜的 完全不合時宜 你到法令去做更糟糕 因此 我們就必須要 從觀念上面 來開始 法令清 做事必須要有整體規劃 但一定要隨時調整 那麼什麼叫宏觀 我們是不是需要宏觀的目標呢 第一個 什麼叫宏觀 宏到什麼地多 我問你宏到什麼地多 中國板頭這麼大 有山有水 各色各樣都有 幾乎全世界有的東西我們都有 你宏到什麼地多 那外國人很簡單 你把美國的地圖調查看 他說一刀缺下去 我管你什麼山水 一刀缺下去 你這個人可以控 其他不管 中國會這樣做嗎 我們這個神跟那個神的臨界 都是彎彎曲曲的 沒有直線 從來沒有直線 那我現在第一個問題問你 我們劃分各神的臨界 瘟癒 可以不可以用直線 可以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你要嘛順著水 要嘛順著山 山沒有一條是直的 水也沒有一條是直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 就是彎彎曲曲 彎彎曲曲 我們才分合自然 有山 就按照山來 山東 山西 有水 就按照水南 河南 河北 清清楚楚 是美國沒有 他們沒有 我們對的現在好像變成大家認為不對 就這個我們觀念有問題 我們不可以全國統一的要求 不可以 因為地方特色你一定要兼顧到 但是 如果我們是統一標準 統一要求的話那就完了 那它規則不可 考基導向 考核導向 就告訴我們 那個考核的制度 要合理 要重視地方的特色 沒有辦法全國統一 那你既然都全國統一 大家又才會人不公平的感覺 為什麼他對那幾個神人特色 為什麼他不是特別苛求 你就不管他 你就不要管他 我想在已經講到一個重要的核心 就是說我們為了 怕外國人批評我們人質的色彩太濃 為了怕外國人感覺到我們不重視人權 你通通不去管他 你管他幹什麼 我就是在中國人的方法做 只要我 老不姓安足 只要我國家富強 我管你的 你會發現現在我們慢慢已經發現 這個情況 已經慢慢再出現 以前 全世界都用他們的標準來看我們 現在慢慢不一樣 現在都要說 我們要聽聽中國人的意見 意思就是 你只要自己做得好 你還在乎人家批評你這樣 他根本不懂我們的事情 我們 我們 那段歷史 要解 你身為中國人 你就要承受 這種變動 而且每個地方不太一樣的 狀況 我們不像美國 我們不像美國 其實 這是當年美國的狀況 那我就百事不得其解 你就做生意 其實一直到現在 當然現在彈性慢慢大 就是說 他如果是六點鐘關門 他五點半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六點鐘要關門了 你們現在要準備往外面走 我們不要再買東西了 然後等到前十分鐘 他就開始請大家趕快離開 好像要疏散一樣的 好像要逃命一樣的 然後六點鐘一下 整個都關掉 我們真是沒有辦法忍受這樣的東西 因為在中國 你看看沒有人啊 沒有客戶啊 要拉下鐵輪拉一半 再看看 還會不會 還來的 又卡上去 哪裡是說客人來的把他趕跑的 我講這話的意思是說 各有不同的國土人情 誰也不要去學誰 但是很多東西 其實外國人學中國的還是比較多 你看他們現在開店已經 教堂也不必上了 開店要緊 然後做生意也到外面來 找客人進去 你最近如果到美國你會發現 你根本不需要講英語的 因為他都現在一大批 也有人會講東文 你會發現你的英語大概 好像不管用一樣 那個整個教堂 你怎麼做規劃的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地域特徵 和風土人情 我們不可能統一標準 那麼怎麼樣來做整體規劃呢 這裡是明家論壇節目 王蒙的紅樓夢想說 李健良金錢的管理 家庭理財的玄機與憲劇 王大偉 中小學安全教育首課 明天 增國班的食人和用人 徐國靖 找回你的教育智慧 光寒訂購熱線 0531-8294-6677-8294-7788 三十歲 渴望成功 成功了 渴望三十歲 久違了 這汹湧澎湃的生命令 我的太陽 我的聖山鐵皮封島 聖山 答案很簡單 我們那個方向搞清楚 我們用心去預測 預測完了以後 做一個大致上的一個規劃 然後細部的規劃只能做短期的 而且還要隨時去調整 所以大家心理上一定要準備 決定是這樣 到時候不一定是這樣 那就對了嗎 本來就是這樣 馬路說怎麼決定就怎麼說 你說了就不能改 沒這回事 我問你啊 多少馬路都這樣彎來彎去是為什麼 只有新開的馬路是足的 老路通通是彎來彎去 是什麼道理 第一個 是順了那個地理環境 第二個 最妙的是什麼 當你開一條馬路 這裡有一個廟 你怎麼辦 我問你你怎麼辦 現在打的很簡單 尖叫以前誰敢 我們經常為了避開那個廟 我們會把路歪過去 我不說他對錯 因為每人感受不一樣 我們為了風水 我們會改變道路的方向 我們會 這些 因為時代的不同 有不同的認知 有不同的感受 你不可以用現在的想法 去否定以前的一切 不可以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慢慢就會了解 規劃 它分三種 十年就已經是長期的了 我訪問一位一生做過很多長期重大規劃的人 我很誠懇去問他 我說你這麼有經驗 你做了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多的個案 你都告訴我 你做規劃的時候 你的要領是什麼 他用英文回答我一句話而已 他說你做規劃 首先要想到 然後他用英文講 How to escape 怎麼樣才逃得掉 我當時聽不懂 你做規劃還要逃得掉 談到答案 做規劃到最後就是把自己套牢的 因為你根本行不通 你套牢當然很難看 你規劃的 到時候你跟我說 錢不夠用 事實行不通 大家不滿意 你怎麼辦 他的話是很有道理 就是說 你做規劃的人 你要想到萬一有一天 調我去執行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會不會死得很難看 到我做規劃的時候 後人會怎麼看我 都不是考慮現在 哪裡有考慮現在的 我這個規劃 人死了以後它存在的 老實講現在很多是被拆掉的 拆掉我還好 沒有證據 你擺到哪裡了 天明經過都在講 不是那個傢伙搞的 得不更糟糕 所以隨隨便便講什麼 宏觀規劃整體調整 那其實都是 不要這樣比較好的 人要包容 要體諒 只要當官的人 一句話 他真的是為功著想 我們就應該包容他 應該體諒他 其實中人就是一個公司的分別而已 為什麼馬路歪的 因為那是你親戚的家 你是歪的 那所有人都罵你 所有人都罵你 如果說有什麼人 那人家不會 所以馬路 先預測做一個大致的規劃 然後再做短期細緻的計劃 並且要隨時調整 那麼做規劃要堅守哪些原則呢 所以做規劃的人 第一個 你要為功著想 不要為你自己打算談 第二個 你用心去走 走到走不通的時候 你要向大家說明 我的什麼原因 大家就會諒解 第三個 我們越長遠 越經得起 時間的考驗 這才是你真正的 一個貢獻 很多東西 沒有經過時間的檢驗 誰也不知道對錯 你看因為飛機場要多大 火車要多大 什麼才算大 什麼才算小 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此 我們做十年 是在講覺得 太遙遠 所以就做五年計畫 現在大概都是五年計畫 因為五年它比較容易掌握 但是五年裡面 你還要分一個長期、中期、短期 五年裡面 我前三年做什麼 前兩年做什麼 下一年做什麼 這裡面還是要有彈性 不能說 我一口氣 就把它弄下來 你看 物價不團的漲 原料短缺 人工費用 還有各方面的壓力 再加上如果政策改變 你又怎麼辦 太多的因素 所以 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做 是做比較長延 我隨時 要去調整 調整的合理 大家就可以接受 也必須要接受 比如說你怎麼用 都可以 有少數人會因為自己的厲害關係 而提出嚴重的抗議 會 你先告訴他 事在不行的時候 你就不理他 因為 沒有辦法顧慮那麼多 你看我們講話 叫你一定要顧慮 但是馬上告訴你 沒有辦法顧慮那麼多 那個度很重要 我讓你到這個地步 你還不滿意 我就不管你 我管你是誰 否則我沒有辦法做事 我這麼做事 中原很好商量 但是 不要過分 過分就不行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有三句話 要放在腦海裡面 第一個 每一個地方都應該讓他有特色 你看美國就是沒有特色 你看美國跑到每一個城市 都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你去南地幹什麼 你去一次就不想去了 他都是麥丹老 就是沃馬 老就是這樣 教堂 還有什麼 沒有啦 我們如果 把全中國都搞成每一城 每個都市都一樣的時候 那你去旅遊幹什麼 我講旅遊幹什麼 各地的特色 一定要有 但是我們整體 要把它均衡發展 而不要過分集中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集中有集中的好處 分散有分散的好處 永遠沒有定論 如果你一條街通通是賣布的好不好 以前認為不好 那同行在裡面競爭太厲害了 可是後來就很好 再一次性就可以看完了 但是 你集中的當中 偶爾有人在那邊 他睡個同樣的店 他生意會很好 他會變動 因為人類有時候慢慢的他喜歡集中 慢慢他又喜歡天理 他會變動 所以到一個時間 你就要做一些調整 但是 你的出發點 只要為功著想 千萬記住一句話 討好所有的人 最後是討好不了任何人 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中國人是無法討好的 也得罪不起的 你把這兩句話 合在一起去想 你就知道你的度在哪裡 再說一遍 中國人是很難討好的 中國人 他是無法得罪的 你得罪不起他 你討好不了他 所以你就有什麼 正己正心 實實在在 但是我會採取知一姿態 我會這樣站在你一場 跟你說明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做到差不多了 你再要刁難我 我就翻臉 這樣叫做 NV要併記 我們做整體規劃的人 你要記住 最後的那個 衡量標準 是什麼 一句話講完 你要難那些有私心的 只講解利害關係的人罵你 你要難那些 真的替地方著想 有長遠遠觀的人說你好 就夠 真正的好人 是有人說你好 有人說你壞 才叫好人 所有人都說你好 你一定是相怨 沒有是非 那你何必呢 但是 誰說你好 誰說你壞 這是關鍵 壞人說你好 好人說你壞 完了 好人說你好 很壞 很壞很壞 你就是很好的人 用這種心情來做規劃 你會比較有成果 但是 不管你怎麼規劃 要分期間進 要一起一起去調整 無法說說定 從事就這樣了 不能改了 那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下一次 就要談 怎麼樣分期 來漸進 這個漸 在意經裡面也是個掛 這是逐漸的 用英文來講叫做approaching approaching 就是逐漸的朝向你既定的目標 但是 它會有一些迂迴 會有一些調整 而不是走直路 我們現在所學的就是走直路 那是怎麼做 謝謝大家